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罪 余花妙眼到探神 这个余字念去神 念玉 作为动词 就是从上面落下来当动词 这个落下来是花 我们在无量寿经 在观无量寿经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 六十余花 它每一个一段时间呢 空中的余花往下落 空中的庄园 这种庄园 就像我们人间 新加坡的过庆日快到了 我相信到那一天 夜间一定放了夜火 夜火就雨花了 他在晚上放开 佛国度里面 日夜都不见得 空中庄严 美丽 几乎 这是说于空中的庄园 实际上 它的含义 提醒我们要修六度外痕 花表阴险 花的种类都表行门无量无边 花严经上 杂花严实 这个翻金的大德 把杂花 杂子身写掉了 取花 严实是装实的 实也省略掉了 所以翻着华严经 实际 它的这个梵文原本的意思 是大方广 佛 杂花 严实经 这个杂花就是各种品种对 一样都没有漏掉 杂花 专业 代表行门的无量无边 六度外痕 表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用这个来提醒我们 这么个修法呢 也就是在生活里面 其心动力 严与造处 一定要与菩萨心相应 下面有妙言 妙言就是佛经上讲的如来的无言 肉也 贴也 慧也 法也 佛也 华严经上讲的事 华严经上讲的事 任何一个人观察世界 相有体无啊 是有理由 这一切事 严因果报 观察得清清楚楚 冥冥白分 自己不舍阴心 乐意 世心 种种身份 以种种发门帮助一切众生 破米开悟 利口得罗 这才叫做妙言 那么简单的说 不着相就妙了 着相就不妙了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不论是贤教 是密宗 或者是禅宗教相 着相就不妙了 不着相就妙了 为什么说不着相就妙呢 用相是假的 相不是真的 《金刚经上》说的好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妙 再告诉主人 不但设法界的相是虚妙的 一真法界的相也是虚妙的 所以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把极乐世界的那些相 又当真 那就坏了 那你就完全错了 佛在经上 佛若经上说的很多 比如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妙 他里头没有说 极乐世界例外 没说吗 没有说 华藏世界例外 没说 那么由此可知 凡所有相 世处世界 设法界跟一真法界通通包括在其中 为什么 因为相 是自信 变现出来的 提心 是无相的 提心 虽能够现相 俗现的相 确定跟提心相应 提心无相 现出来的东西是真的有相 哪有这种道理呢 没有这种道理 俗现出来的相 确定是幻相 所以幻相是 荒体皆空 了不可得 那个就与提心相应 所以 一真法界也好 世法界也好 所有的现象 就同金刚经上所说 如梦幻泡影 这个就是讲的 不可得 不可得 当然也就不可取 不可知主 这就妙了 你以言观察 妙也 耳闻 妙耳啊 那个身处 我无以不妙 一执着 就错了 你就迷了 所以这些幻相 相虽然是假的 是虚妄 不真的 你可以欣赏 你可以受用 绝点 不能知主 反复的过时 就是执着 不但不能执着 分别都不可以有 你分别 就错了 因为你有分别 所以才有四圣法界的出现 因为你有执着 所以才有六道轮回 所以在这些形象之中 如果我们离开 分别执着 就超越四圣法界了 那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吗 还在这个地方 极相 二理相啊 立即同时 立即不二 这叫真理啊 所有一切境界相对你不产生障碍了 没有障碍了 就如同《心经》上所说的 色皆是空 空皆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那个色就是色相啊 空是讲点 体信的 空是讲 不可得 无所有啊 所以 一切现象 当下就是无所有 当下就是不可得 你还有什么好分别执着的呢 不服菩萨讲经说法 是因为一切众生 迷在这个境界里面 不知道此事真相 虚妄生起 分别执着的念头啊 于是 佛的种种世心 种种说法 无非是破众生的执着而已 破众生的分别而已 众生固然 与一切法不分别 不执着了 诸佛如来 一句话也没得说了 所以佛跟佛见面 没有一句话要说的 为什么呢 都是一念不生啊 都是清净极灭啊 所以佛跟佛见面的时候 没有一句话 不但没有一句话 也不会看一眼 所谓是言观彼 彼观心 也不会看一眼 我们要细细想一想这个境界 再看第五尊 花 影 光 集 大朝神 音 是音乐 音乐 音乐 现在比较少见 但是还是有 我们看看菩萨的像 说的像也好 画的像也好 大概一般菩萨的像 都配着有音乐 那么现在一般人 虽然没有带音乐 常常带项链 首诗就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个音乐 花音 宝造成的 金的花 银的花 轻宝化 把它穿成音乐 取着一个意思 这个花音 这个花音 也是表 表 彩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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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虽的心 四肢菩提 诺八十成四肢 那就是菩萨 所以菩萨的心 是智慧 智慧 高深 就是急的意思 表示至高 唯有高度的智慧 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日常工作当中 一切应酬当中 无有业乏不是菩萨心 菩萨心真难修 由此克制 菩萨心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那么这四个字 如何乐视我们自己天前的生活 就在现前生活里 我们取最简单最容易的 华言是这样 太复杂了 太多了 太繁琐了 我们想记都记不清楚 记都记不住 你怎么修法 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 纲领的科目 金中学会提的五个科目 昨天给各位报告过 三福 六合三学六度 普贤十月 我们在生活里面 与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接触的时候 都能够遵守这五个科目 就是花音 万德庄严 念念都与这一句阿弥陀佛相应 一切是一切处 都不忘这次名号 与弥陀的心愿皆行 统统相应 那么这个名号的功德 就落实在我们生活之中 第六次 与宝庄严到常识 这个意思 拼重在红乏力生 自己认识珍宝 自己得珍宝的受用 这个珍宝大臣佛法 这个珍宝 就是指这一部 大方广佛华音音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欲的意思 是要我们把这个珍宝 像这个鱼水降落一样 不分根性的利盾 不分一切种类 普遍的 平等的 介绍给一切广大的众生 就像天降与水一样 根性利益的 它得的利益也大 根性七年的 它也能得小利益 就如同雨水落下来一样 树大 大树 它吸收的水分多啊 小草 它吸收的水分少啊 过去所需 过得离 这个华音 对这个广大社会 一切大众 确确实实 有这个效果 因为它这个里面 内容太丰富了 对于我们这个世界 各个阶层 各种不同的社会 通通说到 除非你不接触 你接触一定的利益 你接触一定发现 这里面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在里头 不见得全部是你的需要 决定了有某一部分 或者某一些部分 给你的生活 给你的工作 有密切的观念 你会认为 你想很需要它 它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它能解决 你生活上的问题 能帮助你 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这个就是 预报庄严的意思 庄严这两个字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美好的基础 我们常说 静善静美 静善静美 是佛法庄严的意思 第七针 勇猛相言 到场上 勇猛 是比较精进的 一是看 观察 看 是比较精进的 这两个字 可以把它分开来说 也可以把它和谐来说 分开来说 也很容易体会 我们知道 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 有两个 一个是光明 一个是宝像 极乐世界 两种庄严 大师之菩萨 称为相光庄严 我们从这个意思 来看这个 大师的好 宝箱 宝箱的作用 跟光明相似 都能够灭罪 都能够除垢 这个垢 就是烦恼无名 能帮助你断烦恼 破不明 这个是性的的报想 勤而言之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五分法身 一样 五分法身 是戒 定 慧 泄脱 泄脱之戒 这个泄脱是自在 泄脱之间 这是智慧 是其作用的智慧 那么 戒定慧三学 戒定慧的慧 是根本之 泄脱之间 泄脱之间 是厚的智 也就是说 这个慧 高度智慧 应用在生活当中 就叫做泄脱之间 在一切法里面 他能够看得破 能够看得清楚 能够看得明白 一切不执着 不分辨 这个是泄脱之间 所以在生活当中 得大自在 得大圆满 这是五分法身相 永恒是比较紧静 也就是说 精进修学 五分法身相 与在此地是比较认识 你观察清楚了 你明白了 你认识了 所以你才勇猛精进 又因为勇猛精进呢 是你格外的明了 可见得 这个认识 跟勇猛是相辅相辰 勇猛帮助你 深入的认识 认识帮助你 勇猛精进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今天修学 无论修学哪个法文 就是以念佛 念佛堂来说 为什么我们在念佛堂里面会懈怠 会疲硬 疲就是疲倦 疑就是念久了 这个厌倦的心生起来 什么道理 认识不够透彻 认识不清楚 你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这个现象 张道 这个现象 是魔障 魔障现象 障碍你 精进 你在这个地方道义 不能听就 这个根本的原因 你没有认识清楚 你没有认识透彻 正因为 这么一个道义 这么一张事实 所以念佛堂 我们每一天 讲两个小时近 如果每一个人 都能认识得很正确 很清楚 很明白 那么这两个重点讲经 叫大闲差 这两个重点讲经 扰乱诸位的亲近心 哪有这个必要 所以今天 对于我们这些同学 无可奈何 没法子 怕你懈怠 怕你厌怨 念佛头几天念得不错 看这个样子不错 晚上有两个多人 再过两三个星期 就变成无事人 再过两三个星期 就变成三个五个了 这种现象多 我看过很多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理论不清楚 境界很猛 开始念 很稀奇 好奇 到这下念 念三个七天八天 觉得没什么意思 还是回家 睡大觉 所以诸位要想的 很容易懈怠 很容易退转 这个倒心的 经过 不舍密 事情 除非 实在来 所以我提醒 同学们 我们这个念佛堂里面 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 往往这些人 都是你们所忽略掉的 你们以轻慢性 看他们 可是在念佛堂里 念佛呢 才发现 这个人不简单 我们比不上他 我相信 你们经过 这个一两天 一定有这个感受 这些不简单的人 不寻常的人 佛菩萨再来的 佛菩萨实现的 所以 他的信心坚定 永远无忧疲厌 这些佛菩萨 领导我们念佛 帮助我们念佛 跟我们在一个念佛堂里面 检测我们 我们看到 不好意思下待 不好意思懒惰 要认真去干 这一个地方有福 这一个国家有福 广大地区有福 如果这个念佛堂 能够永远保持 日夜不间断 有一年百人在念佛 诸位 一定要能够体会到 我们整个世界的劫难 虽然不能够消除 会减轻 但劫难的时间会缩短 你才晓得 这一个念佛堂 这些人在这念佛 多大的功德 我们回想起天天念 上报四徒们 下祭三徒苦 真做到了 不是口号 所以你要晓得 你一到这个念佛堂来 念佛是干什么的 现在世间灾难频繁了 非常严重 你是修菩萨心 发菩萨心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来的 你要不念佛 就没人救了 你才晓得 这个念佛堂 我们的使命是多么重啊 想到这些 遇到贱难的众生 我们的精神就提起来 不要以为自己 一个人的力量很不弱 你在这个念佛堂 就得少方一切诸佛堂来加持 把你这个小的力量 自然就能够扩大 足以能够挽救接运 至于挽救接运 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就在你们自己 用功的情度 用心的真假 你用心真诚 勇猛精进 这个力量不可思议 那么这是勇猛相爷 道场神 所表的意思 再看第八位 第八字 金刚 金刚 菜云 大成神 大成经论里面 凡是见到金刚这个字样 都是代表薄弱智慧 金刚不弱 唯有真实的智慧 永远不坏 永远不变 永远不推断 永远是精进 采云 云在活法里面 这个字样用的很多很多 他所表的意思 是代表 非空非有 代表 向有 不足 信空 波热经上常讲的 元气 信空 所有一切现象 因缘所生 这个因缘所生 我们今天讲 是许许多多条件 凑合 这个现象才产生 华热经上将一切的法相 无量因缘而生 不是单纯 佛跟我们讲的四元 那是设法方便其境 把无量的因缘 归纳成四大类 这不是就单单四个元就生法 哪有那么简单 每一个圆里面 一展开 都是无量的因缘 那么归纳这四类 轻因缘 所缘缘 无间缘 真相缘 凡是原生之法 都是当体借口 薄若经上常讲的 无所有不可得 无所有不是没有 不可得是真的 不能有得的这个意念 有得的这个念头 那你烦恼就起现象了 你就要造业了 如果心地真正清净 知道一切万事万象 都是无所有不可得 你用这个清净心 用平等心 用智慧心 用智慧心 这个一切法相 可以受用 就在受用之中 就不可得 就无所有啊 不是说受用的时候 有可得 受用的时候 有 不是 受用的时候 也是不可得 也是无所有 用即无用啊 有即无有啊 你要入这个境界了 恭喜你了 你成佛了 纵然不是你满佛 你也是华言会上的一分子了 发生大死 你是分阵几佛 虽不是就近几佛 分阵几佛 为什么呢 唯一摩经上讲 你已经入不二法门 入不二法门 就是跟诸佛如来 同一个之间 法华经上说 入佛之间 唯一摩经上说 入不二法门 花言经上讲 入一阵法界 说的不一样 意思完全是一种事情 一阵法界 就是不二法门 意思没有两样啊 一切杜法都不二啊 一切度法都不二啊 灯望般 性相 理事 空游 邪政 善悟 厉害 一切都如廖 不知道 哈美 你的心真清静了 你的烦恼障 所致障 完全放下了 稍稍有一丝毫放不下 你就不能入这个境界 换句话说 你不能够与四十真相相应 四十真相是非有非有无不二 色空不二 色皆是空 空皆是色 色空不二 所以 这个 决定不是 世间凡复的致近 世间凡复的致近 总是落在分别执着里面 正凡复的致近 永远没有办法卸脱 真正是苦不堪言 凡复之间 跟四十真相差距太大 太大 世间人 世间一个好人 算是 不想干别人便宜 但是 绝定不能吃亏啊 吃了一点亏啊 哎呀 念念不忘啊 记在心里头啊 这个很不好啊 常常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 这个心叫轮回心 放在心上 没想一次 又造一次业 都要想的 造一次业 就有一次果报 你说这个事情多么可怕了 然后才晓得 法禄忏悔 做错事情 现在一般人在佛菩萨面前发落忏悔 算是不错的了 面对这佛菩萨 把自己过时能说得出来 后不再造 以后要不要再想呢 不想它了 为什么呢 再想一次又造一次 以后怎么办呢 后不再造什么 念佛嘛 那把你这个念头马上转过来嘛 从今而后 一年都是阿弥陀佛 造的什么业 造的阿弥陀佛的业 阿弥陀佛的业 国道在哪里 在极乐世界啊 不再造别的业 过去你做一切善也好 做一切卧也好 今天真地明白了 恍然大悟了 善也不要想 卧也不要想 专想阿弥陀佛 你就对了 这就叫真忏悔呀 这个忏悔力量不可思议 这个忏悔成就真实功德 这种忏悔的修学方法 理论 就是建立在一切诸法实相上 非有非空 所以两边都不要执着 两边都放下 然后才真正能够修学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第九尊 莲花光明道常生 经典里面莲花 这个在佛法里也用的很多 莲花表 清净无染 出污泥而不染啊 出污泥而不染啊 也是表燃尽宝 你想想它这个味道 无有业法 不是交给我们 入布尔法门 果然其如布尔法门呢 你就成就了 那就是真正的道场啊 真正的道场就是布尔法门啊 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 我们没有入这个境界 要肯定自己是业障深重的凡死 五无量界来 生死轮回 给一些众生 借的这些缘 这个缘里面 有善缘 有卧缘 大概总是善缘少啊 卧缘多啊 所以现在做人呢 所以现在做人呢 是不如一丝长八九啊 什么道理呢 过去生中 除世代人间悟 我的念头 我的行为 占十之八九 善心 好心 占十分之一二啊 所以现在敢得的古报 是不如一丝长八九啊 就这么个道理嘛 夜莹古报 丝毫不爽 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人 将来必定要遭 别人用这个心态对我 我们明白这些四十真相了 我再不用这个悟心 悟心 待人救了 我们才能把自己的前途转变过来啊 不但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 没有障碍 在自己的生活事业 也能过得平平安安 不遭挫折 凡事总要记住 因缘过报 因缘过报 所以是因果不空啊 确定不能够当事欺人 焦慢自大了 所以是得势不饶人啊 到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这些现象 如果我们冷静观察 现前的社会 我们周边的这些亲戚朋友 你所认识的这些人 就能看到现实的过报 我们一般讲现实报啊 头脑清醒 时时刻刻能够观察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决定不遭我业 然后才真正能发现 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物 美 是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 利益佛法的传播 利益佛法的救助 我们在这上 我们在这上 尽一份心力啊 这是真实的功德 真实的好事啊 真实的好事啊 所以 林华光明啊 是比较心地的清净 不然 高度的智慧 高度的智慧 这样才能够 护持道场 才能够护持大众 末后这一尊 末后这一尊 妙光照耀到场神 妙光 是自信里面 流露出来的 薄弱光明 这个光明 便照虚空法界 使这一个道场 跟一切祝福道场 在光中融合成一体 产生了感应道交的效果 像现在 我们这个电脑的连线一样 我们在此地 现场直播 同时 几乎一分一秒都不长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距离 我们打开电脑 都能够收听得到 那么再过一个月 我们的影像 也可以在电脑画面上出现 我们是用电波 利用电波 将无数的道场 融成一个 此地是将 心性的 自信的 智慧光明 能够将 净虚空 便法界 一切祝福道场 融合成一体 这个时 这个时 道场神 护持达到了 敦风造起 达到了 大圆满的境界了 如是灯而为上手 又佛世界为成苏 这是总结 道场神有多少 三千大千世界为成苏 这个话 我们要明了 三千大千世界为成苏 依旧不是苏子 是表发的 表大圆满 表究竟圆满第四 如果说 它是数量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为成苏 不是一个太大的数字 所以它是表发的 下面是讲 道场神 他们护持的德项 借于过去 指无量佛 成就愿力 广心供养 这些道场的护法神 每一顿护法神 都在过去曾经遇到 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 他们遇到没有一个空过 成就自己 愿力 这个愿力 通常讲的四红十愿 大菩提愿 所以呢 广心供养 现实现起 今天 一护法神出现在道场 就是 供养道场 供养祝福 供养大众 我们今天 怎样成就愿力 广心供养 我们今天 怎样成就愿力 广心供养 不是把他们当作祝福菩萨 把他当作你的心不真诚 假设嘛 他就是嘛 差远嘛 他真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我们今天一切人 一切众生就是这一个人 他是真的 他绝对不是假的 全成肯定 他是真正阿弥陀佛的化身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真的 我的心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 静随以心转 我认为他当时的 我的心就不真的 我把他当作心不真了 心不成了 对面那个不是真佛 我是真心 一点虚假都没有 他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他是真的 一定要不假 自心弥陀佛 唯心净土啊 这个道场 这个念佛堂就是净土 这里面 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是真正的阿弥陀佛 决定不假 我们在这里供养 供养阿弥陀佛 供养祝佛如来 这个功德无量无比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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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